嗨大家好,我是Pegg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有开户TDMH这家美国券商的话 你可能会开始收到很多从美国寄来的信 就像这样,会有超多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解释 你收到这些信,有没有要做什么事 先讲结论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是台湾人,你没有美国的税务身份 不需要跟美国缴税的话 基本上这些实体信都没关系 不需要回复,甚至连打开都不用开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这些信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收下来 就是不能让这些信被退回美国去 一旦有任何一封信被退回美国去的话 你的TD账户可能就会被限制下单的权限 这时候你就要打电话给客服 跟他解释为什么会没有收到信 有可能是邮差翻译错误啊 或者是管理员不知道 会有这样一封从美国借来的信 然后就把它退回去了 那总之你跟客服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然后会把客服的电话放在影片的上面 跟影片的下面 TD客服的联络电话是 0800-666-756 用台湾的手机就可以直接拨打 他们的中文服务时间其实还蛮长 是台湾的星期一晚上7点 然后到星期二的下午1点 然后再从星期二晚上开始 这样一直轮替到礼拜六的下午1点 都有中文客服可以为大家服务 所以有问题直接打电话找客服 虽然说他寄来的信都不需要做任何的恢复 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 但基本上呢 你会收到的有五个种类的信 那如果哪一天你收到的信 在我讲的这五种之外呢 就赶快打听到找客服 他会跟你解释清楚 第一个你会收到的是开完户之后 你明明就已经登录了 但是呢有一个密码信 他会大约开完户之后 可能两个月他会从美国慢慢的飘过来 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密码信 里面有四码的密码数字 那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密码信要干嘛 没有要干嘛 当你已经登录之后 那个密码信就失效了 就跟你去银行第一次拿一张提款卡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预设的密码 那个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那个密码信 留着做纪念就可以了 第二个会常收到的信是 当你有进去修改你的个人资料的时候 比如说跟收入相关的资料啊 或者是地址啊 或者是什么 总之是个人资料的时候 他就会寄封信来跟你说 我有发现你有进到系统里面去修改个人资料 你确定是这样吗 怎样这样之类的 那些东西呢 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稍微对照一下 确认没有错误就可以 通常不会有错误 第三种有可能会收到的是一个叫做 Statement的东西 就是每个月的对账单 那基本上每个月的对账单 原本在网站就可以下载 就是他每个月的月底 他就会结算一个对账单给你 如果这个对账单寄到你家的话 是要钱的哦 每一封要两块钱 他会从你的账号里面去扣钱 当你发现你有收到这个Statement的时候 记得登录你的账号 然后去把那些通知全部改成电子版的通知 偶尔我们也会发现 明明我设定就是电子版的 可是他却寄纸本来给我 而且又跟我收钱 就请你赶快打电话给客服 请他们帮你做调整 因为有时候是他们系统那边有一点问题 第四种就是 最近我们常常被问到的 每年才会收到一次 当你开始投资之后 每年就会收到一次的税单 那税当最常见的会有两种 第一个他的表格名称叫做1042S 1042S里面会记录你在美股投资 所收到的股息 还有他跟你预扣了多少的股息税 所以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呢 这些收入都是不用再额外扣税的 但是形式上他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那总之你就收下来就好 大概每年的4月的时候 你一定会收到1042S表格 要做什么呢 不用做什么 什么都不用做 就把它收起来就可以了 第五种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收到的表格 叫做K1税单 这种表格是如果你有投资MLP系列的 中文呢叫做业主合伙有限公司 简单的说就是你拿到的钱呢 不是利息而是分红 就是分类不一样而已 有一些公司 比如说Sean有介绍过的MMP 做油的传输管道的公司 或是挖矿的公司ARLP 只要你投资到这种MLP系列的公司 你就会在4月份的时候收到一个K1的税单 收到税单要做什么 只要你是台湾人什么事都不用做 所以不用再问了也不用紧张 基本上这些信收到什么事都不用做 投资美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 有一张W8表格每三年就要更新一次 TD的电脑系统呢 它就会提醒你一定要更新这个W8表格 有时候你会没有办法下单 也是因为这个W8表格有错误 系统会怎么提醒你呢 就是你在登入网页版的系统的时候 在右上角的这个铃铛 就是它的站内信 然后它就会显示寄信给你了 有站内信呢 通常都是重要的通知 所以你一定要定期进入你的TD网站板去看一下 有没有通知提醒你 要去做某些动作 不要真的想说我要长期持有 所以我都不用去管我的账号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最近就有人说什么 他三年没有登入美国券商的账户 然后也没有收到通知 就直接所有的资产被放回美国政府那边去保管了 这不是TD这家券商发生的事情 是另外一家券商 总之大家就是要至少每个月 登入一下你的TD的网站板 去看一下有没有站内信的通知 还有人问到说 如果我开始买股票之后 大概每一年就会收到一封叫做股东信 然后叫你去投票 那封信大概长这样 那需不需要投票呢 其实这是作为股东的权利 只要你有一股以上的股票 你就可以去投票 但是大部分的人持有的股票数目很少 所以即使你去投票 应该也不太会影响到最后 董事会成员们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不投票 但是当你收到这样股东信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有一些公司它提供纸本的年报 然后让你去申请 你可以从你收到这个股东投票通知里面 一步一步的点选 请TD帮忙寄公司的年报来 那我桌上这边呢 就是我们有买的股票啊 那如果有收到股东信的话呢 我们就会去点选说寄年报来给我们看这样 虽然不一定每一本都会真的拿来看啊 只是拿到好像很有感觉 就是说我真的是股东这样 像这本是口可乐的 VM爱博为这些家药厂 你出去玩都会去上面订住宿 甚至是price line可以订机票的 booking.com 那如果你去申请这些实体的财报呢 你就会对于你是股东啊 你持有股票这件事情 会更有一些实际的感觉 以上呢是 如果你收到TD寄来的信呢 要做什么处理 基本上呢不太需要处理啊 但是我了解你刚开始做投资录 突然收到这样一封厚厚的 从美国寄来的信 你会很紧张 那我们自己有实体课程 实体课程也有社团 在社团里面呢 学人随时都有问题 说又收到这个信啊 要不要做什么处理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如果是学人的话 基本上这些困扰呢 随时都有人可以帮你解决 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投资美股 然后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分析公司 或是你都只是听消息 然后就去买公司 每天只有这些听别人讲的公司 心情又跟着股价上上下下的话呢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实体分享会 那我们在台北台中高雄 都会举办三个小时的实体分享会 在实体的分享会 我们会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ABC的投资系统 告诉你什么是安全又稳定的投资 那报名的连结 我放在影片的底下 实体分享会的费用 只要100块钱台币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一个优惠 只要你来到现场的时候 亮出你的手机 跟我们现场的伙伴说 你是看BOS的YouTube频道的 哪一支影片 然后才来到实体分享会的 就可以优惠给大家免费入餐 欢迎大家一起来实体分享会 学习更多的美股相关知识 喜欢这个影片 麻烦帮我按一个赞 也可以分享给其他有在投资美股 尤其是从TTMMT开户的人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的通知 就可以免费接收到更多美股 或是投资相关的讯息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了 拜拜 赶快过去 我在录影了 我可以自己一个人 这样有没有很凄凉的感觉 你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